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就是個鬥爭哲學 所以他從哲學我待會跟你講講他的哲理為什麼是錯的 錯的 他一定是錯的 為什麼到了美國你就發現他這個競爭比國內 比咱們中國要稍微平緩一些 平緩的多 他就是說他這個資本主義的特點和社會主義的特點不一樣 社會主義他是從哲學上來講要鬥爭 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就是個鬥爭哲學 所以他從哲學我待會跟你講講他的哲理為什麼是錯的 他一定是錯的 導致人的這個鬥爭哲學就跑出來了 任何事都要鬥 比如說習近平我把薄熙來鬥倒抓到監獄裡去了 我習近平很高興 我喝兩杯子我也高興 比方說這個馬克思的這個 大家知道他的馬克思有三大支柱 第一個就是他的哲學 第二個是他的政治經濟 第三就是他的這個階級理論 他的哲學就是錯的 比方說對立統一規律就是錯的 這個哲學命題啊這個整個觀念全是錯的 因爲什麼呢他把任何事物都必須有對立的兩面 一封為二 對吧 要對立才能成立 但是對立他就忘了中間有個東西 這個對立和中國古典哲學 在陰陽的那個就是那個白和黑一部分對立有什麼差別 你認為 那個就是中國的哲學 在陰陽學它在哲學的這個 這個採數上邏輯上是不成熟的 就是非常原始的一種哲學 馬克思這個也是不成立的 他是不但不成立 而且他可以導向荒謬 導到了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 對立統一規律 對立統一是規律 就是對立是規律 他就成了這個 那好 社會上他就開始 工人與資本加對立 社會上他就開始給你劃分階級了 劃分階級以後呢 哪個階級和哪個階級是對立的 那好 無財階級和資財階級就是對立 對 對不對 然後 資財階級 就得把他割了他的命 要了他的命 要了他的命 所以這個東西 他的社會理論 是他的哲學觀點裡引申過來的 應用 因為哲學它是指導思維的一種方法 對 這就是我們今天幫我哲學 那麼 如果你有了這個 對立統一這種思維 那你看所有的事情都是 不是黑的就白的 就沒有灰色 對 對不對 你要塞原色一配 搭配出來幾千種顏色跑出來 是的 可是他已經沒有這個多元化的這種腦子了 他已經沒有這個觀點了 那 咱倆要是有個事兒 一吵架 咱倆 要不然咱倆就是朋友 要不就是敵人 這是錯誤的 你知道嗎 這就叫什麼呢 對立統一這個哲學觀念 在你的腦子裡生根發芽以後 你就應用到所有的事情上去了 是的 那就完蛋了 對不對 你要講多元 多元文化要共同發展 共同生存 謝謝 謝謝 謝謝